哈囉大家好 我是蔣運安 這是我來到夢想家的第一天 其實說我是台中人 但有時候其實都還是習慣按導航 畢竟第一天 然後也不知道 就是 車礦啊 或者是開過去了多久這樣 很多其實都是 雖然回來台中 但很多都是第一次很新鮮的 真實的第一天 真的是真實的第一天 很多的想法 很多的就是想像空間 今天會怎麼樣啊 會發生什麼事嗎 因為什麼事情都還沒有經歷過 立宗哥說他提出的群 他好像很期待今天 跟你們見面 其實 訓練前一點 就鬥愛就是還滿慌張的 有點久 就是第一次這樣 在台中 訓練完就可以回家那種感覺 真的滿特別的 柏林 柏林 柏林其實 柏林哥其實跟四天哥都有 就是從 加入夢想家的時候 覺得都很滿 就都跟我有關心一下 然後有恭喜我啊什麼的 然後我就說希望他們 麻煩他們多多照顧啦 對 這兩個 其實這兩個學長也都是之前 呃 在打球的時候 或是 呃 當隊友都有 所以都還不陌生 那以前在那個 台皮的時候 對 呃 第一天會是什麼樣子 哇第一天 我就 比較慌因為 我是個怕陌生環境的人 所以我會 特別的就是 就我剛剛所講的 很多的 幻想吧 很怕 害怕今天 就是 欸會不會哪 就哪件事情怎麼樣 不順利 什麼的 畢竟幾天流程 沒有還沒有熟悉過這樣 到了 訓練場館了 OK 走吧 我第一次來的時候還問 問那個說 欸怎麼上去 沒有半個之前的隊友 這是我慌張的地方 這是我慌張的地方 嗨 嗨 姜宇安 各位 早安 看你有報告 有 找位子嗎 找位子嗎 幫他去剪頭髮 什麼鳥 謝謝啦 好啦 謝謝啦 你去拿來剪 歡迎大家回到我們 這一集的開始 謝謝 無論如何我想都是大家 非常熟悉的 我首先要先歡迎小安 小安回來了 等一下我們會先做一些暖身 那我們今天會是以腳踝為主 所以等一下我們一開始 我會先跳繩 然後做一些腳踝活動度 然後我們再開始做重訓 韓夫 枸口 讓他把線腦拉絲 戴上 impulse 任天 的是 charges 複利 的 加油 現在就是剛訓練完 所以還沒吃午餐 那現在去吃個午餐再回去吧 好 我跟你講 他叫傻瓜麵 但我跟老婆很喜歡吃他們的飯 所以我剛剛講錯了 他叫傻瓜麵 我會一直講成傻瓜飯 對對對 今天不想嘗試吃個他們的招牌 所以你說剛剛加 他說要加多少 三圈半嗎 三圈半 好 好 現在訓練完 也吃飽午餐了 那我們現在就回家吧 跟簡浩對上的時候有被他絕殺 他好像是例行賽 我不知道你記不記得 有 有印象 有 跟道格 這真的還蠻 算是交手最多的一個隊友吧 我剛打的第一年第二年那個 那時候跟浦淵打冠軍賽的時候 就是 道格就是一直瘋狂的 瘋狂的色 其實這裡都還不陌生 因為其實這 以前大學都是住在這附近 那要回家 所以都是這條路 就一樣沖的路 就是這樣騎騎騎騎回家裡這樣 結果我老婆嘛 那時候她住 豐倫兵的樓上 離那個台體非常近 就走路就好了 好 我是誰 我是誰 其實平常修賽季 就還是顧小海為主 有時候就是趁一些空檔的時間 就可以去球場做多重量 然後偷偷來 因為我們身體瘦小 所以在球場上相對的 不需要在場上成為防守的一個漏洞 那我就告訴自己 一定要把防守做好 然後不要讓球隊造成是一個負擔 更積極 然後更有壓迫性的去 防守下來每一顆球 然後盡力的去做很多的協防 如果跟阿吉兩個同在場上的 這樣的身材 其實對我來講 不陌生是因為我在上個賽季 可能也有這樣的搭配 換個人 但其實身材還是一樣 我覺得我還算是習慣的 那當然就是還是要看教練的安排 能夠拿下身體才是最重要的 好的 我會講到想 因為會想到以前的事情 就會覺得 好 容易 真的都不容易啦 大家都不容易 真的 我其實轉變很多耶 因為其實我是一個很不獨立的人 就是我很需要人家陪 然後其實也常常因為他在北部 所以我們兩個 因為常常遠距離的關係 其實蠻常吵架的 有小孩之後 真的就是為母則強 就是我自己改變很多啦 我自己覺得 謝謝姊姊 很好啊 就是因為我們兩個都中部人 所以其實回來這邊之後 也比較多後援 其實我們從一開始 大家在談合約的時候 其實我沒有想過可以回來 因為畢竟北部的球隊比較多 也比較多選擇 所以我想說 因為中部只有一個球隊 所以我覺得 要回來可能比較難 所以其實就是 能回來這邊 真的很好 然後其實就很謝謝夢想家 在北部就是訓練完下班了 要嘛回宿舍 或是要嘛住回住的地方 但不是真正回到自己的家 那現在很開心 就是訓練完 是能夠回到自己的家 自己熟悉的地方 覺得哇 感覺心裡又很踏實 是真的